主料,乔麦蒙面条300克,西红柿1个,黄瓜200克,韩国泡菜30克,芝麻5克,香油3毫升,主料,豆芽10克,醋女毫升,酱油3毫升,糖4克,盐2克,鸡精2克,矿泉水40毫升,积散2个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用少许白醋,酱油, 酱油,糖,盐,鸡粉,加上湿料清水调出,适合自己口味的冷鸣汤,放入冰箱凌震待用,鸡蛋煮熟至皮一切为二,黄瓜至皮切丝,西红柿切片,韩国泡菜用剪刀剪成段分用,将荞麦面放入冷水中浸泡,再放入开水锅中煮熟,过凉水待用,冲凉水分到四边的水更好,沥干水分后放入碗内, 在荞麦面上满棒黄瓜丝,西红柿片,泡白塔丝,桌水的绿豆芽,酱油肉片我家没有没有放,放入煎好的半个水煮蛋,将调好的冷藏汤汁倒入碗内,撒上熟芝麻即可,成品,芝麻和香油不能少,非常过瘾的一碗冷面被消灭光了,烹饪技巧,泡菜有汁水,可以用剪刀剪好, 再放入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